平静的河面,点缀着这粉红的荷花,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惬意,郁郁葱葱的森林里只有缠声回荡在耳边,突然传来一阵小女孩小莹的哭声,原来她迷路了,就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,一个头戴狐狸面具的少年躲在一棵树下询问原因,小莹看到同类兴奋地跑了过去,可是少年却下意识地躲了过去,并说自己不能够触碰到人类, 不然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,懵懂的小莹根本就不懂这些,只想要在她身上寻找一些安全感,无奈的少年一棍子就甩了过去,这时的小莹才有了些清醒,认为是自己做错了,在得知小莹是迷路之后,少年就用一根棍子将她送了出去,分别前两人约定第二天还在这里碰面,这时少年告诉小莹自己较精,回去的路上,小莹遇到了前来找她的爷爷, 于是就向爷爷打听了,关于树林之中妖怪的事情,但是爷爷也只是听说过妖怪的事情并没有真正见过,晚上小莹回想着和金的相遇,难以入睡,于是早早地就来到了约定的地点,没有想到金早就在这里等她了,之后金带着小莹往森林深处走去,路上小莹一直感觉有东西跟着自己,当看清楚之后,才发现是真的妖怪, 不过金似乎认识这只妖怪,妖怪经过小莹让她不能够碰金,不然金会消失的,可是小莹并没有在乎她说的话,反而是因为见到真正的妖怪,开心不已,之后两个人经常相遇在森林,他们一起散步,一起玩游戏,一起躺在青青的草坪上,看着美丽的天空,在金睡着之后,小莹忍受不住自己的好奇心,偷偷地摘下了她的面具, 面具下是一张清秀帅气的脸庞,也就是这一眼,让小莹喜欢上了这个陪伴自己的少年,在玩玩闹闹之中,夏天很快就过去了,小莹也要去城市上学,临走之前,她和金有了第二年夏天再见的约定,就这样两个人都盼着夏天的到来,到了夏天的时候,小莹迫不及待地来到森林,和金见面,可是他们的见面,有人欢喜,有人忧,妖怪们害怕金有危险,不断地提醒着她, 但是在金的坚持之下,妖怪们也只能静观其变,就这样,两个人在森林之中,开心地度过了一个个的夏天,这一天,小莹躲在树上找金,却不想树枝突然断裂,眼看着小莹就要摔下来,惊吓意识地张开了双手,将要接住她,不过在最后关头,她还是躲开了,虽然小莹摔得很痛,但她也很庆幸,金没有碰自己,因为此时的她已经明白了,自己是恋爱了, 她不想让金消失,很快,小莹就上了初中,但她依然遵守着承诺,每年夏天都会来森林之中和金约会,可是金的容貌始终没有改变过,这让勤俗暗生的小莹,心里很是落寞,如果这样一直生活下去,自己一定会超过金的岁数的,到时候两个人就会产生差距的, 在小莹的不知所措之中,她又回到了城里,临走之前,她送了一条围巾给金,这也许是小莹对金的表白吧,摘下面具的金,脸上流露出了让人不易察觉的落寞,他们明明很想触碰对方,却做什么都要隔着一层,这种永远都不能的接触,让两个人只能活在对方的记忆里, 几年过去,小莹上了高中,她告诉金,自己毕业之后要在爷爷这边找工作,这样两个人就不用遵守夏天见面的约定,而是想见就见,这时金放下了心中的顾虑,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她,原来金不是人也不是妖,当她还是婴儿的时候,被父母抛弃在了森林之中,妖怪们不忍心看着她死去,就用灵力救下了她,可是她的肉体已经死亡,现在是以灵魂的方式存活着, 因此,在碰到人类的肌肤之后,就会消失,听完这些的小莹,只希望金一定要永远记住自己,只因她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都无时无刻的不再想念着金,听到这些的金,约小莹参加妖怪们的祭祀,小莹有些害怕那些妖怪,但是金向她保证一定会保护她的,就这样两个人出现在了祭祀上,而妖怪们也都幻化成了人形,没有什么可怕的,两人用一根丝带相连着, 在祭祀上开心的看着稀奇古怪的事情,脸上的笑容从来没有消失过,在回去的路上,金感觉自己可能等不到明年的夏天了,于是取下面具,戴在了小莹的脸上,冒下了一个轻轻的吻,这时候两个小孩跑了过来,在她即将要摔倒的时候,金伸手扶了一把,她本来以为小孩也是妖怪们所变的, 却不想,她们竟然是真的人类,感受到自己要消失的金,张开了双臂,想要紧紧抱住面前的爱人,见此情景,小莹也是无所顾忌的,冲进了她的怀抱,一个拥抱所连接的是泪眼婆娑的幸福, 这一刻,她们再也不用压抑自己的感情,幸福的相拥,在这一生,这一世,一次的芙蓉光色里,最终,金纸留下了戴着自己气味的衣服,和面面一直戴在脸上的面具,有人说过,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,是为了分手而恋爱的,每个女人的心中,也都注着一个金,奈何,所爱隔山海,男爱,伤害不可凭。 好了,我是女神,喜欢的小伙伴,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。